哎呦 射不了了 真射不了了 你这边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太凉条了 太瘦了 不太瘦了 嗯 妹妹有点不开心吗 那你这边撒自己一次嘛 就是 我刚刚听到她在哪里说 都是做我的 都是神采黑平板 我觉得她豪美的礼貌 第一次整一个人都能够拼咋 我觉得她可能是 从小说得能够大声 我都清透了我在旁边 她身材我看她能够还不是 中恋有力打鼠 黑勇忠 她有啥子资格来评价我 我都没有想通 我真的是黑五十五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呢 是一位34岁的老板 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啊 她一个月的月收入呢 有十来万 而且啊我们这位男嘉宾啊 到34岁了只谈过一次恋爱 可见是非常的纯情和专一的 那这位男士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我告诉你 黄志胜 我姐姐做的业务特别广泛 我告诉你 医院的药品 江北机场的食品 还有外面的土建工程 什么装修什么 都在做多元化的经营 她都是 哦 这样的 那你不可能 我就 你不是说你又在帮你解决 对 又在帮 我有时候还在帮他们送资料 跑江北跑车江北机场拉食品 有时候还在工地上转 我的主业就是自己 运送水泥河沙 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情嘛 我自己有自己的业务嘛 能说我一万块就够了吧 我觉得 低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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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月的毛收入有十几万呢 十几万 一个月毛收入的话 这样车子里有消耗还有公路的上脚那些 砸起砸把算下来 一个月罚款都不得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我是汉族人 今年三十四岁 在重庆 目前在重庆从事水泥河沙销 然后呢 在云南 山上有两台车在拉矿石 我来重庆呢 已经十年了 因为我从小是在新疆长大的 现在的月收入呢 大概是一到两万之间 目前在重庆市于北区仁和镇 买了小两室一天 出房一套 目前正在装修 因为房子在装修 所以说我现在住在我母亲的门市里面 今天的男嘉宾有一种特别热情的 不受控制的那种劲 就是一来就告诉我们 家里的姐姐生意做的有多么大多么大 我就是不知道男嘉宾你在姐姐的企业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难道是邵东家吗 结果我听到的只是送送资料啊 运运餐啊什么的 难道说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啊 必先送其资料运其和商 我在想 男嘉宾也许是在告诉我们 他的家境非常的不错 那么说到过去的经历呢 也是前女友也很优秀啊 想想能嫁到加拿大的 肯定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才 那么男嘉宾说了这么大一通的光辉历史之后 就想告诉我们 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只是想找一个身材外形 都一般的人就可以了 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优秀 而要求对方跟我一样优秀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能够满足我们男嘉宾的要求吗 好 美女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你是女嘉宾吗 凡人有血 是 那能不能介意问一下 你在哪个商场上班 我在我妈妈的店里 哇 你妈妈开服装店的 对 我妈妈开服装店 那你家里肯定条件特别好吧 没有 没有 就是一个小店 我能不能介意问一下 主要是卖哪个衣服 男士吗 女士 就是女生的连衣裙那种衣服 那种的 我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女嘉宾 我可能家里我有 我还有个姐姐 可能我姐姐的业务 可能就做的比较广泛一点 她有那个江北机场的食品 再配送就飞机上的食品 然后医院的药品 军区医院的药品 然后就是维修也在做 就是土石方的维修 然后装修也在做 然后我姐姐在那个云南那边 开的有一个矿 好 可能我有两个车 在那个山上拉矿石 可能就 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就比较 没你们那个工作轻松 可能我们这个工作就比较恼火 可能我在外面跑的时间也比较多 因为我经常都要去云南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收入也就怎么说吧 一般般吧 反正 那你的那个月收入是多少呢 平均下来一两 一个月到头也就一两万块钱吧 可能 也就是一般般吧 反正 都比我们对吧 都比先吃龙去嘛 我都比都我了 先吃龙去嘛 还骗吗 不关他 先吃先吃 边吃边聊 他们边吃他们边拍是吧 男女嘉宾一边吃着饭 一边聊着天 然而没聊几句 男嘉宾就开始介绍起自己的姐姐来 可能我姐姐哈 她条件稍微好一点哈 家里有几个包摩是吧 哇 她都是吃什么东西都啥子 比如说那个姜道是不是 嗯 每的虫买的姜道他不得吃 那个菜那些是吧 每的虫爬过的他不得吃 像我们姐姐一下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她条件比较好是吧 她就吃的都是啥子 吃的都是浮盐 每的任何添加剂的 不光是那个盐巴浮盐 从那个青海浮 我已经给她介绍了呀 吃的完了开设了你姐姐 就介绍我姐姐嘛 我家的情况 我说我父母都退休了 父母原来做生意了 现在没做了 光是我在问你 你也问你问题 你也聊两句 你有车吗 我有一个代步车 就是江湖瑞峰S3 当时买了几年了 买了三年了 也当时也就买几本块 因为我买了也是 主要也是代步 代步 就当一个工具 对 那你有房吗 现在正在装修 因为那个房子 都是我母亲的名字 因为我母亲 可能我姐姐也不会和我争 因为那个房子 将来也会是我的 写的是我妈妈的名字 钱是我出了一些 我母亲出了一些 就是你们两个一起 出钱买了这个房 对 你的房子多大呢 六七十个平方吧 两室一厅吧 两室一厅 小两室一厅 就是我感觉房子 只是拿来住人的 没必要 没必要买很大的 也没必要那个 是的 那万一以后有小孩了 那小孩的房间是怎么 你的 单独的吗 给他自己单独的吗 那你父母呢 我父母自己有房子 父母自己有房子 对 我看见你刚刚在买彩票 你是经常买彩票吗 原来经常买 现在买的少了 因为感觉那个都是套路那个东西 感觉现在也不经常买的 你都觉得是套路了 你为什么还要买呢 偶尔买个几块钱的那个 就破磨用选 就买个几块钱的 试试手气这样 对对对 你一个月就是一般花费开销在多少呢 怎么说呢 这个不一定 有钱就多花一点 没钱就少花一点 就是跟你的月收入 就是说这个月看 我们自己做生意嘛 那个收入也不是很稳定 比如说钱多就多花一点 钱少就少花一点 就是这样 可以就是具体一下吗 比如说你这个月 就赚的比较多 你一般就开销在多少 几千块钱一万块钱以内吧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投资理财 有 隔离电器我就买的用 那你现在在就是隔离电器这个股票 你投资了多少呢 几万块钱吧 几万块钱 原来投资了几万块钱 可能现在都 我很久都没看了 可能十几万有了吧 可能 就摆在那里就没管 就没管他 就没管他 就没到又分红了 他就会给我发手机发信息过来 那你的就是每个月你会有固定的那种 就是你固定拿出一笔钱去作为储蓄吗 还好吧 也没没怎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车子也有了 房子也有了 我觉得就挣一点钱来 就说白一点就是吃饭嘛 就是我感觉 有那么一点积蓄 也不是很多可能 也没也我也没 其实我也没有啥积蓄 就 我感觉还好吧 反正每个月我都有那么一点收入 我感觉还 你会有计划的花钱吗 还是说你花钱就是你看到了 你想买就直接买 其实这个问题 对于所有的男生来说都没有计划 因为很多男生都是看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就掏钱买 有钱就买没钱就没买 因为这个问题很现实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女嘉宾连续多个问题 直击男嘉宾的经济情况和消费观 令男嘉宾也是措手不及 就在聊天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准备对女嘉宾进行采访时 男嘉宾突然提出想要离开节目现场 原来男嘉宾想离开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对女嘉宾身材不满意 但是男嘉宾 节目一开始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对外表这些没有要求吗 补光啊 身材啊这种 然后有个自主能力就行了 其他的穿着打扮身材这些 一般吧反正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 不一定好看的就不一定好吃 好吃的就不一定好看 一开始男嘉宾表示 对女方的外形没有任何要求 现在又提出喜欢丰满的女生 这实在是让我们始料未及 然而更让人措手不及的是 男嘉宾的一系列评论 都被女嘉宾听到了 女嘉宾的一系列评论 妹妹有点不开心吗 男嘉宾撒自己是吗 就是 我刚刚听到她在哪里说 都是说我 都是身材和平板 我觉得她豪美的礼貌 第一次整一个人都能够拼扎 我觉得她可能是从小说得能够大声 我都听透了我在旁边 她身材我看她能够还不是 总练有力打鼠很严重 她有啥子资格来评价我 我都没有想通 我真的是很无疑 她可能这么说的确是不太礼貌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男的 最起码对女生的尊重都没得 她就是从身材来评价一个女生 第一次见面 你是一开始都对她的印象不是很好 还是说后面的接触过程当中 我一开始对她的印象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都是她这个人还比较热情 但是都是好不透约接触的 这种小世界 包括刚刚吃饭的时候 就是她把那个流来盒子 她都是刀在地上的 那个流来盒子她都没有放到去 然后还有都是她的左姿 她刚刚在那边 都是弹左在那里的 我都没有搞动 她就是在外面都不注意 她直接的心伤 那我都觉得这个人 就是素质真的是有一点低 主持人去问一会儿 哪个男的导致是啥这个椅子的时候 我身材平板 你也不要太生气了 我也没有生气 我也没有生气 我都是黑无虚 反正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好吧 那你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 我给我砸头的人 先打个点话 你想说一下男嘉宾情况吗 我稳一会儿 好 那我也去帮你问一下男嘉宾 相信男嘉宾刚才的表现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男嘉宾 我其实不妨做这样的一个剖析 之前可能真的是觉得女嘉宾 这个外形不是你特别喜欢的类型 但是呢在你跟他细聊的时候 他提到的很多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比如说房子车子存款 未来的规划 这些东西恰恰是你不擅长的 我们回顾一下你的这个经济条件 今年34岁了 说起来呢生意做的也很大 姐姐也是呼风唤雨的女强人 但是你在这个家族生意当中 好像并没有分到多少的实际的利益 所以呢房子70来平米 车子也不是什么好车 那么女嘉宾的那些问题 现实的问题 可以说把你的骄傲是鸡得粉碎了 因此你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仅没胸 她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欣赏的 因为她不崇拜你啊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男嘉宾几乎可以用 恼羞成怒四个字来形容 这个男的真的我真的还有鱼 她刚刚在那边说我身材还平板 我真的 她说我身材还平板 我真的觉得第一会儿见面 那个男的那个评价还说的还大声 她说你身材还平板 对头 她平板这么说啊 我也觉得她 她真的是三十多岁那种有力打鼠 身材都心得不得了 她听到什么说的 我也觉得我都是那种人 感觉还没得素质的 她说得很大声 我都听到了 这是在外头不是在屋头 你遇到了 你都应该强你 应该啊 平板这样的说别的人 我们还希望我们没干啥 她跟我还太巧了 我也是说 你觉得个啥东西呢 我也是说 真的是奇葩 哎 女嘉宾 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说我身材很平板 是什么意思吗 不说了吗 这个话都不能说过 也没什么意思 你说我还不 究竟我还不是没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吗 究竟我 你非问那么明白什么意思吗 问问 我又没有乱说你是吧 在这我又没说 我又没骂你 也没什么量的 真的评价一个女生 你觉得你还有个礼貌吗 没礼貌对不起吗 是吧 那你想我怎么样 我只有跟你说道个歉 你今天就是说 这都是我不对对不起 那你想我怎么样吗 就是说 我已经给你道了歉了 对不起是我不对 是不是 你就是自己 就是有了这个行为以后 你自己心里 没有什么想法 哎呦 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不是我觉得今天相识都是一种缘分吧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就是这个矛盾那么激化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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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男嘉宾多深深一点吗 我觉得 啊可以啊 我倒了前面我主动给他倒了前面 我说是我不对啊 但是你的态度好凶啊 我在旁边都吓着了 我觉得一般的女孩子都会被你吓着吧 你稍微温柔一点吧 你不是说你是暖男吗 是吧 太累了主要是 昨日晚上加班加的太晚了 也太热了 真的是 他的态度真的就是很恶劣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现在这个态度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你是给谁打电话吗 给我姐姐 嗯 喂 喂 姐姐 你闻没有吗 我闻了 她是说吗 她都会敷衍的给我倒了钱 你啥子叫敷衍的交钱吗 调话这么多呀 你听他这么多呀 我也不知道 她刚才说下班了吗 整个这些天赛好快 我也是说打电话都很不容易 搞得想只有她一个人不容易 哎 我们冷革冷革 陪我她 她还挑剔 做了冷革问题 四十三 我真的还不知道 没有孩子好锁 我觉得 我欠我已经给他道了 我还要怎么给他道歉 你不能让我跪着给他道歉吧 不是不是 其实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好聚好散吧 就即使明天是成为陌生人 但是今天也不要说大家这么不患而散 对吧 我人太难受了 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想回家睡觉 是这样的男嘉宾 因为你现在也是三十四岁 也是个成年人了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选择 就是这么一走了之的话 可能会对你的形象有所影响 就是后果的话 可能需要你自己来承担 绝对无所谓吧 我觉得 因为我其实是希望你对自己负责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好吗 我们再给你几分钟 我不用思考了 不用说我今天人太难受了 我真的 我可能下去我的车上 我都得要开着空调睡觉 睡一下子我才敢走 好的好的 反正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愿 好吧 主要就是什么 一个天气太热二了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然后这样引起了今天人真的心情 真这样影响了我的心情 其实平时我都没有 平时我都没有这么过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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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先说女嘉宾表现挺好的 虽然柔弱 但是最后也会奋起反击 那么至于我们的男嘉宾 你的槽点肯定很多了 是不是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志得意满 又打白杀气 为什么呢 志得意满是 往自己脸上贴了很多金 我姐姐是个女强人 我前女友嫁到了加拿大 我姐姐吃菜要吃有虫的 我姐姐吃菜要吃青海湖的盐 大家看一下这些言论感觉像什么 我们是在贴金 它是在给自己啪啪打脸 这些东西跟你有关系吗 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我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有价值的 有现实意义的变化呀 而男嘉宾就沉迷在这种贴金的行为上 结果一旦遇到现实问题之后 就完全被啪啪打脸到一点 骄傲都没有了 以至于去攻击一个女生的身材 我希望男嘉宾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会有一个反省 为什么你三十四岁 说起来月收入还很不错 为什么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开着一部不怎么样的车子 而且还单身真的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那几十万的财票钱 你说存起来做点什么不好 就投入到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充分地说明了花钱没有计划 对于人生也是没有规划 甚至对于自我的认知也是非常有贫典